大小小孩 在這一次鬼掌棠第二獎的故事裡頭 是晨曦龟战堂第一讲的故事 也由此我开始试着把焦巴年事件的历史文本 进行再一次的虚构 并且柔和这个地方的音庙的信仰 那么焦巴年事件呢 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 它透过宗教信仰做号召 它是整个武装抗日里头最大规模的武装革命事件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历史事件呢 我企图在文本剪裁工作中去反映 其实我们现在还仍存着 关于土地或者说关于台湾这件事情的 种种复杂和矛盾的 不论是意识形态也好 不论是个人的经验也好 那么这一次呢 鬼场行的演出呢 我邀请的是戴开成和吴宗恩 我们三个人进行一个合作 在开头时候 我透过三个表演者 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过程 试图要给予一个梦境般的感受 我的选用是关于地方说书里头 可以进行暗度成唱的这件事情 在结尾的时候特别安排了一段 就是演员本身以演员的身份出现 然后对整齣剧 对观众剧进行讽刺 其实整个二奖都扣合在假这件事情 对我而言 有那个能力去直接面对悬而未决的问题 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 鬼场行第二奖是一个 我自己在这个年纪所做的一个尝试 是我试着在肯认这块土地 跟肯认我自己的一个计划 第二奖本身就是在面对 最虚假的那一个时刻 然后我们进行说书 跟把文本变异的这样的过程 它究竟要对应到的 要解释的 或者说要劝说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这一个计划里头 最希望让大家去想的一件事 那也是我自己在这个计划 作为一个实践里头 不断对自己在追问的一个事情 行啊 成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